评级巨头汇谕警告 加拿大房价还要跌7% 据信用评级巨头汇谕称 加拿大房地产的情况即将变得更糟 预计加拿大房价将在2023年再下跌5%到7% 加拿大将经历世界上最大的调整的国家之一 仅比澳大利亚好些 根据对客户的抵押贷款债券市场风险的最新分析 汇谕评级表示 飞涨的全球房地产价格可能会调整 加拿大预计将经历世界上房价最大的涨幅和跌幅的其中一个国家 该机构的分析表明 房屋抵押贷款利率上升和经济状况恶化 被视为会推动拖欠率上升 但不会高于2020年前的水平 大流行期间 加拿大住宅房价成为出世界上涨幅最大的国家之一 从2020年到2022年2月的峰值 房价上涨了41% 增幅仅低于美国43% 加拿大是世界上房价涨幅第二大的国家 房价如此短时间内大幅上涨产生了泡沫高估 该机构估计到2022年底 加拿大房地产价格被高估了29% 该机构预计加拿大房市会出现回调 随着工资飙升 房价下跌和利率稳定 他们认为高估的房价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大幅下降 会与平级预计 预计加拿大房价将在2023年再下跌5%到7% 原因是利率上升、通胀压力、经济停滞和负担能力恶化 对需求的抑制作用 这样,加拿大房价将从高峰到低谷下跌15% 这是全球各国的第二大预测修正 澳大利亚16预计将受到更大的打击 而涨幅最大的美国只是回调6% 尽管他们预计高估的部分不会完全消失 尤其是在多伦多和温哥华 不过,加拿大房市会受到很大的打击 温哥华和多伦多大都市区的住房供应最受限制 在大流行期间,房价涨幅最大 尽管当地买家和大量移民推动的需求 以及有限的供应 仍然支持相对于大流行前的净价格上涨 但这些地区的房价现在出现了一些较大的调整 当价格下跌时 持观望态度的买家会涌入 抵消价格下行压力 这与2017年温哥华的市场走势类似 加拿大其他城市没有出现类似的价格上涨 包括蒙特利尔 其房地产市场总体上相当稳定 不过,房价调整对加拿大债券资产的影响微乎其微 因为加拿大的房主拥有稳健的房屋禁止 并且实施B20准则 其中包括抵押贷款压力测试 以获得抵押贷款资格 与此同时,汇谕警告 随着房贷月工的上升 拖欠率将随之而来 房屋抵押贷款支付正在上升 给一部分家庭带来了一点压力 该机构发现 加拿大固定利率按揭借款人的约工 平均增加了300元 浮动利率借款人受到的打击更大 平均每月增加700元 大约70%的抵押贷款 是五年期固定利率产品 尽管如此 当与疲软的经济状况相结合时 拖欠率将会上升 该机构预测 到2024年 拖欠率将攀升64% 达到抵押贷款的0.23个百分点 这比目前的水平大幅上升 但仍低于2020年前的水平 加拿大房价虽然会大幅回调 但高估的房价并不会完全纠正 该机构解释说 这些预期是基于美国出现的衰退 属于温和级别 由于美家贸易关系如此密切 美国经济衰退的规模 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 惠玉警告说 如果美国的情况比预期更糟 这可能会考验加拿大的任性